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德国是属于崛起较晚的国家 在国力经济实力各个方面 德国都是要远远地入于英国以及法国等一众的老牌军事强国 此时 德国为了能够促进自己的发展 非常急切地需要打开海外的市场 这样一来 德国的武器售价方面就是十分的优惠 对于当时清政府的国情考虑也是十分符合标准的存在 其次当时的历史上 德国除了出售各种步枪之外 更将克鲁伯野战炮销售到中国市场 并且在相应的售后保障方面 德国做的也是远远地超过欧洲一众的列强国家 德国特意地派遣相应的退役军官 前往中国的怀军驻守 将如何使用克鲁伯野战炮弹的方法技巧 教授给怀军成员 单单是这一点 就是其他列强无法完成的事情 最后一点 无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 在学习知识技术的时候 都是希望学习最为先进的一方 要知道 当时的德国在战争中 成功地击败了老牌军事强国法国 通过这 一点也是使得德国的武器更加的受欢迎 为此 综合这一众的因素考虑 共同是促成了德国武器 在中国备受欢迎的局域 历史上清末之后 到民国时期 为何对于德国的武器 有着由衷的偏爱 对此 大家怎么看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